前两天我们刚种青菜 还有大白菜之类的 因为这两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然后现在趁太阳落山了 咱们调点水分 然后去浇一下青菜什么 因为等下太干了 反正就相当于去浇一点化肥 农家肥 这两个桶是专门来 我们就专门用来调化粪的 好臭 你先把这个开起来 下面全是水 我们就是一用的那个水 这水都满了 我们这个早期石差不多用了十几年了 太臭了 有味道 好臭啊 25升 25升是50斤的是吧 一桶有50斤 两桶就100斤了 把这个洗一下先 太臭了 这样的话就用这个桶砖就不会那么臭 现在村里面有些老人就是直接用那种水桶砖的话太臭了 挑一挑过马路 过路的时候 别人过一边都是臭 臭嘻嘻嘻的 这个的话就不会那么臭了 怎么挑起来 去那个菜园子 挺近的 不用去山上了 这个会 会要断了 先换一个 这个都已经开裂了 这个是竹子做的 不行 换一个 这个扁蛋应该可以 这个扁蛋厚一点 好漂亮 刚拿破墨了点 走了走了 这路不好走 太陡了 肯定累了 100斤的东西 你说累不累 怎么爬 不行 这个地方太陡了 卡也不行 还要开着呢 怎么这个种子还要发芽了呢 我的天 你看好多小小 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就只要这样撒在这个土上了 因为上次 幸运我们种的时候就撒了那个牛粪 中文就找那个牛粪过来撒在上面了 因为现在这两天就是太阳太大了 也要给它浇一点水 浇一点有机肥 比普通水还要好呢 像我们种菜 挑这种浓胶肥来施肥的 不撒那些肥料的 多撒一点 反正天气炎热的不会死掉的 好臭哦 现在全身上下都是这个臭味 哎呀好暖 走了回家吧 现在天都快黑了 我们就是显着晚上来浇 晚上来浇的话会效果比较好一点 因为下午太阳太热了 浇的话肯定是不好的 回家做饭去喽